我这里讲一讲 美国的近几十年来 到1972年对华政策的重大的转变 历史由来是怎么来的 就是为什么美国尼克松和毛泽东 从敌对变成了一个联手 讲这段历史挺有意思 因为这段历史实际上是 尤其现在中美关系的这种关键时刻 回顾一下那个时候是两方 为什么会出现这段历史 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首先就是回到美国的对外政策 美国对外政策 过去从美国建国以来 实际上它的一个基本的国家大策 就是从华盛顿总统协任 讲话的时候 他就特意讲 就说我们不去参与美国以外的事情 因为像华盛顿在这点已经非常聪明 他知道美国地理位置 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 两边都是大洋 然后南北都没有太强的对手 所以美国最好的发展方向就是自己把自己做好 所以华盛顿那时候就是这么一个policy 然后后来 他在后来又被另外一个总统 他叫什么来的 Monroe Monroe提出一个 就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呢 是局限于美洲 就是说南美中美北美 这一地方欧洲势力不应该任何干守 干预的话我们就会介入 所以就是欧洲的事我们不管 所以这就是美国这个几百年建国 几百年一直是以这个这种态度 不参与国际事务 所以在一战以前上 美国的军事也是非常非常小 几乎没有 到了一战前夕 这个Woodle Wilson是当时美国总统 1914年的时候 他是接过了那个 从那个Theodore Roosevelt接过来 这个Theodore Roosevelt呢 是是信奉什么呢 信奉所谓的这个Rizonditat Rizonditat是法语 意思就是说是national interest 这个是在几百年前 这个法国有一个有一个大臣旺 他是一个总理 还是什么首相 叫Richelou Richelou他呢提出这么一个理念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都是以national interest为为基础 就是我我跟你是朋友是敌人 还是什么 我都是以我的national interest来来考虑 而这个这个Theodore Roosevelt 是以这个理念的 但是呢到了Woodle Wilson呢 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 一个internationalist 就叫Woodle Wilsonism 这么一个理念 就是我们呢 也应该呢 把这个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提高到这个意识形态上 所谓提高意识 就是人人平等 国家与国家之间 大家和平共处 然后以这种比较高的道义 比较高的这种理想 来决定我们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换句话说 他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主义 就是那种善良的那种理想主义 所以他在这个 在一战结束前 他不是提出了14条建议 给这个欧洲 提出14条建议 就是实际上基本就是self-determination 每一个国家自己管自己的事 咱们怎么怎么样 很理想 想想欧洲那帮人 打了几百年的仗 都是balance of power 这种势力权衡 national interest balance of power 这些概念 就是等于弱肉强势 互相的这个谁也别当老大 当老大的话 大家团起来就把他打 就像那个Habsburg Habsburg Empire 原来是当老大 当当当 结果周边全是敌人 谁当老大 大家打谁 就是这么个概念 一战前夕上也是这样 就是德国一变成老大了 大家都觉得德国最大威胁 咱们威胁来打老大 打德国 这样大家会互相平衡 而Wilson是提出来 就是说咱们别这么争当老大 而是大家呢 就是和平共处 所以呢 Wilson是美国 后来从Wilson以后 美国的这个 这个国家的这种外交政策 基本就是以这种政治 不是不说是政治 而是一种崇高的理想 来决定他做什么 咱们很多很多的 这个这种决定 都是在这个 这个这条主线下的 比如说 他这个跟日本的这个纠纷上 主要的一个就是 日本新战了中国 然后呢 他认为这个 这样说是不对的 他从他的理想主义来讲 这样不对的 同时呢 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呢 这个他还反对这个英国 把这个殖民地 继续想守住 而且英国已经战胜过了 这个Wilson 就是美国的这个 从 Roosevelt的这个 FDR这帮 都是反对英国 这个继续保持 他这些殖民地 反对殖民地 就是殖民地他也反对 因为他自己就 就是从殖民地里 逃脱出来的嘛 然后这个他主动 还放弃了菲律宾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 然后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呢 就到了JFK JFK就是肯尼迪 肯尼迪他呢 就是就是讲了很多 非常的那种 那种高大上的那种理论吧 就是说我们是 这个希望全世界和平共处 希望这个正义 人人平等 人权什么 这个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正义 在这个时候实际上 这个冷战就开始了嘛 所以从这个 从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后来就是发现 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 这个这个双方 冷战的双方 不断的这个 这个这边先是朝鲜战争 打完了以后呢 越南战争 这边也打 因为美国人就是误判 当时实际上就是误判 这个这个德国 不是这个苏联这个阵营 有可能通过越南的岛下 整个把这个什么 然后当时这个中国 1949年也是被这个苏联影响的 这个这个这个 共产的这个势力派呢 给给占掉 所以这个从美国的这种 威尔森的这个理想 这个这个理念下面 这些都是对他们来讲 都是违背了他们的理念 就是大家 应该是民主 应该是人人平等 应该是人权 应该是什么什么 而在这个理想下呢 这个这个这个东东欧和这个 中国的这个阵营呢 就是越来越越走反方向 所以他们就不能承受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 双方呢 就是从历史形态上 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这种差异 这种差异 实际上是可以很清楚看出 是肯定是最后 只能以战争来解决 而为什么没有战争 主要就是因为有核武器 核武器使双方 最后充分的认识到 战争的代价 并不是你胜我赢 我输或者我胜你输 而是我们全完 就是一锅会 所以呢 他们就不敢这个 在这个 不敢在这个 在这个上的发生战争 结果就发生了各种这种 就是边缘的 在越南打仗 在这个 在这个阿富汗打仗 阿格拉 安格拉打仗 在古巴什么 反正就这种 第三世界边缘的 就是双方在 在进行这个较量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中国呢 这个落入了 这个苏联的这个阵营上 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二战以后 因为这个 当时美国在 46年47年的时候 马歇尔曾经到 到这个中国来过一次 来过一次 当时呢 他正在 他呢 实际上就是想 一个是想调停一下 就是中 他认为中国实际上 应该存在一个 像美国的民主党 和共和党的这种模式 共产党和国民党 两派 最后形成两个民主势力 然后呢 把这个产生 这么一个双 两派竞争的这么一个环境 所以呢 但是当时呢 他来到中国以后呢 实际上呢 正好是 二战刚刚结束 然后呢 这个蒋介石 势头正望 因为蒋介石打完二战 他又从 从美国那时候 拿到了很多 剩余的战略物资 然后军事装备非常强 然后把这个林彪的四野 在中北打的是 这个 这个到处乱跑 说这是一仗 每一仗都是败仗 所以林彪据说是 底下的人 说是什么 什么逃跑将军 最后打到最后一战 打到四平 毛泽东跟林彪说 说我们不能退了 这就是最近听的一个讲座里 讲到这个 说不能退了 说必须得守住 所以呢 在这个前提下呢 就使这个林彪呢 实际上林彪14 也是毛泽东最核心的 尽管是 二战结束以后 中国的这个 就是中共的这个 这方面势力 还已经强大了很多 但当时还不能完全 跟这个 不能跟这个国民党对抗 结果这马歇尔来了以后 马歇尔犯了一个 非常大的错误 他就是说 他他去了一趟延安 去趟延安的结果呢 这个这个毛泽东 周恩来和这个刘少奇 彭德怀这些人 就是给他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招待过程 这个招待过程呢 就是整个就变成了一个假象 这个假象 假到就是 就是后来大家知道 就是在延安那段时 毛泽东写了很多 什么知识 什么什么 真正的最伟大的国家 是美国民主 最好的是美国 就是一种就把美国 给吹的是天花乱坠 然后那个同时呢 他们呢 又特别的会做瘦 实际上就是 他们穿的特别的简朴 然后吃的特别简单 实际上呢 真实情况并不完全是那样 但是在 只给马歇尔看到的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然后男女平等 然后这个什么 然后就是拼命的 这个这个这个 吹捧美国的这个政治 就是民主制度 怎么怎么优先 怎么怎么优 怎么怎么好 结果呢 这马歇尔回到这个 回到美国以后 就说 马上就说 就是怎么 这中共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跟苏联那么坏 跟苏联那么近 因为他们是怕中国 和苏联太靠太近 而且当时这个 是斯大利 不是斯大利 那个周恩兰 还是谁 还特意的误导了美国 当时美国知道 毛泽东可能要和斯大林见面 他却说 我们怎么能和他见面 我们要见 谁要见 罗斯福 我们要见不是罗斯福 见美国总统 当时可能杜鲁门了 罗斯福已经死了 我们要去和美国去见面 才不和苏联见面 实际上呢 他们做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就说 把美国人整个给骗了 美国人当时就是 他他都是以他这种 理想型的这种思维方式 根本就没想到 实际上他们听到的 根本不是他们那对方 真正想做的 结果呢 美国呢 就调停双方来了一个停战 这个停战呢 就使这个中共就是缓 缓过劲儿了 停战 结果这个 这个谁 蒋介石给气得够呛 我这正要把他们干掉了 你逼着我停战 因为停战 只有对中共有利 因为中共当时已经处在绝对的劣势 所以在这个停战以后 大家就是后边就是慢慢慢慢 这个同时呢 苏联呢 把这个 斯大林把这个大量的 这个 这个日本缴械的武器 全交给了林彪 而且斯大林呢 还把在land lease 就是美国和苏联的 之间land lease 那个美国给的苏联的 大量的军 军备战略物资 一股脑 连箱都没打开 也交给了中国 所以实际上 什么小米加布江 都是什么fucking bullshit 那个 那个 他实际上是 美国的 就是当中共的 后来是 就是四野 是日本的 最好的武器 美国最好的武器 他都有 实际上他一下子 壮大了很多 然后这个 后话就不说了 上运这几年 就基本就是 慢慢慢慢就 整个就是把这个 国民党就战败了 给打败了 回到这个 然后完了以后呢 实际上美国特别的后悔 后悔就是对华政策 完全失识 实际上这个后 这个 这个 这个中心人物 某种意义上承担 很大责任的就是马歇尔 尽管马歇尔后来做了 对个马歇尔计划 做的非常漂亮 但是他在中国的问题上 他实际上是犯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误判 这个误判就是被忽悠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中美关系 从1949年以后就断开了 这一断就是将近20年 OK 这上不是从49年 从这个464748年 就就开始已经基本 就是后来就是 基本就断了 所以这个双方 断到什么程度 就没有任何的高层接触 这几十年没有任何的高层接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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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绝缘 到最后 到什么 到这个极端到什么程度 好像是五几年吧 有一次在这个 在巴黎还在那开一次国际会议 周恩来去参加 然后美国当时的国务卿 那个Dallas也参加 结果Dallas拒绝和周恩来握手 周恩来手的伸出来 他就拒绝跟他握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最基本的外交礼节 不管你是敌人还是朋友 大家都有一个 打个招呼握不住 但是 连这一步他都觉得 对他来讲 他都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 这个 周恩来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到这个1971年 72年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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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辛格访华的时候 周恩来的第一句话 问基辛格就是说 说你是不是能不能和我握手 因为基辛格的是国务卿 前任国务卿 是拒绝和他握手 我是希望和我 能和我握手的人谈判 就是说这件事发生的 是20年以后 他还是耿耿于怀 长号短说 就回到这个 这个这几十年 中美完全完全隔绝 完全隔绝呢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认为 就是中 美国认为 这个中国已经调到了 这个苏联的这个阵营里面去了 然后调到这个阵营里以后呢 这个 这个也正是因为 中国的调到这个阵营里 使美国 非常的后悔 非常的 这个 这个 怎么说 就是恼怒吧 就是 就是就是因为 中国调进 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 这个朝鲜战争 就是我们不能让朝鲜也变成这个 这个完全变成中国势力 我常常变成中国势力 那日本可能受的影响 然后越南我们也不能变 所以就是 这个这个 哪边 这个这个 这个共产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一方 去去去去干 他们就赶紧去赌 所以他们认为 回到越南 就是他们认为 坚信越南是后边的 这个真正的支持 是中国 然后中国后边是苏联 可实际上后来历史是发现 实际上在越南人还没结束的时候 在中美开始结束的时候 毛泽东实际上就已经暗示过 这个 美国什么越南 我们根本不会管的 当然他实际上 他是是给出了好多物资 但是实际上他不会出兵去打的 那个那个 而后来大家也知道 这个中苏关系破裂 实际上这个越南 真正的后边 是物质上是中国出 然后这个军事上是苏联出 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说 中美在这个 这个几十年一下就完全隔绝了 隔绝以后呢 美国的主要的精力 就是在对付苏联 因为苏联当时就是这个 这个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super power 又这么这么强的 这个核武器的什么 那么回到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呢 在这个 在这个 就出了这种僵局以后 没有任何人 OK 能够破开 因为都是从意识形态来讲 就是他已经进入了一个 一个就是中国 在在美国人手里 就是和苏联是一样的 都是共产的 这么一个独裁体制 只有到了尼克松 尼克松在上任前 他就已经看到了这个 实际上基辛格也看到了 就是实际上 跟中国打开一个祸口的话 可能是和应对苏联的 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那么回到这个 这个 因为当时苏美关系 已经进入了一种僵持状态 就是一方面呢 在军事方面呢 军备竞赛已经到竞赛到 就是双方 谁也没拿谁 对方没辙了 因为都是有足够的核武器 把对方给干掉几百遍 然后从这个外交上呢 政治上呢 也没什么辙 因为你既然军事上 没有任何突破 你说你去改变这个 改变这个 这个政治制度 改变苏联政治制度 不可能 因为这个 这边是波兰 匈牙利 捷克 苏联一遍一遍的 去出兵派坦克 去镇压当地的那些民主的 那个势力 自由势力 实际上美国也没辙 因为你要跟他去 你去跟他去 在那些地方去跟他打 那这不是核战争局又开了吗 所以就是双方就出了这种僵持状态 美国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知道怎么样去跟苏联这帮人打交道 但是呢 尼克松和这个基金格 他们这些人呢 就看到了 真正的机会是在中国 就是如果 把中国的这个缺口打开 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中国中苏关系 已经开始出现有问题了 这个美中出现一个联盟的话 那么这个和苏联关系 就可能就有 就可以用来抵抗苏联 但是美国的内部呢 这个 这个 这个高层的这种智囊里面呢 就是认为不能这么做 说如果美中一接近 很可能会使苏联 更加强势的跟对 针对美国 上这也是一个误判 而真正的正确的判 判断还是 尼克松和基金格 他们认为这样会使苏联软下来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事呢 美国呢就多次的用各种各样的 间接的手段去跟中国去做探信 但是呢 他们无法 无法 这个 就双方因为这个外交关系 没有任何的connection 所以他们无法这个 这个把信息传过去 同样的来讲 毛泽东这边实际上 也想把类似的信息传给美国 希望和美国 拉近关系 但是他呢 是用中国人那种传说方法 比如说 他这个这个 呃 林彪在九九大的时候 做了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在九大以前的讲话 都是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头号的敌人 美过去都是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美帝是第一号 同样 结果这九大里呢 他并没有提美帝 他只是把美帝和苏修放在一起了 就是美苏 是我们的敌人 然后呢 和过去的举调呢 完全不一样 过去就是我们 好像就是不是美苏 过去就是美帝 美帝是第一号敌人 而这么一个非常细腻的 非常的隐含的 这么一个转变 美国人没有看到 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实际上是中国在送一个信号 还有一个信号是什么呢 是那个Edgar Snow 就是斯诺 Edgar Snow 在延安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个记者 他经常到中国来 然后结果呢 在70年还是71年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 这个检阅的时候呢 他特意把斯诺拉到他身边 就站在他身边 然后呢 他跟斯诺还讲了很多话 中国以为呢 说这样的话呢 肯定斯诺会把这些话传过去 但是呢 他们并不知道 斯诺在中国人的眼里 非常重的是一个美国记者 是阿拿哥什么 像在美国眼里 他是屁都不直 他根本无法介入 美国的高层的 这个决策机构 连靠近都无法靠近 他的话没有任何人去听 因为他大家都认为 他已经被洗脑了 他在延安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 就是有点像那种French 像那种 那种就是那种边缘性的人物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那种影响力 所以斯诺的这些 毛泽东给他的这些信号 给他讲的一些话 甚至毛泽东把讲的话 让毛泽东自己的翻译 给他写下来 然后交给斯诺 就是以为斯诺 他实际上表面说 哎你你我讲这些话 你看一看 这个这就是我说的 实际上他是暗示斯诺 你把这传给美国总统 实际上斯诺根本没有这个渠道 他在美国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 所以这些东西 全都丢掉了 全都丢掉了 丢掉以后呢 美国的这边也是 就想跟中国接近 也不知道怎么接近 中国这边呢 想和美国搞缓和 也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呢 这个突破点呢 第一个突破点呢 是在华沙 华沙的一次 一个大使馆那边 因为中美当时 中国的所有的大使 全都被召回了 文革时期 只有华沙的这个大使 好像没有召回 然后中美呢 唯一在第三国 共同都有大使的 好像就是波兰 在其他国家都没有 不是中国没有 就是美国没有 然后呢 美国呢 就想通过美国大使呢 把这个 C个条 C个纸条呢 传给中国大使 传给中国大使呢 让这个 中国大使呢 去 去这个 去把这个传到中国 可实际上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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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文革的这种 疯狂的时候呢 中国大使 根本就没有 连一点胆量都没有 据说是当时的情况 是怎么一个情况 在那个大厅里面 美国大使 见到中国大使 就想靠近 中国大使给吓的 掉头就跑 他生怕自己 被人看到 和美国大使 站在对话 或者是因为国内 会回去变成美国特务 或者是什么什么 结果美国人没辙 就想找这中大使 根本就接触不了 最后是怎么 把一个中国的翻译 好像低低级的 low level的一个翻译 给堵住了 堵住以后 跟这low level翻译说 说我们想传一个信息 这样他传给了中国 传给中国以后呢 中国政府这边呢 也没有响应 他一集一集往上传 结果两个人就是 等于是对牛弹琴 两个人都是在对牛弹琴 美国是想跟他 就是绕绕圈弹一弹 中国绕绕圈弹一弹 根本就没有 没有任何突破 就这样僵持了一段 再僵持一年以后呢 最后基辛格他们说 说最后呢 说是怎么 反正就通过了一个 某些图端 最后直接就是把这个 这个信捅到毛泽东那 毛泽东说 这个这个这个 最后说咱们 因为这个在美国呢 当时尼克松呢 要和中国政客和谈的话 肯定会受到 国会的什么 各种质疑 什么media的各种什么 他尼克松就担心 我这样做的话 我可能什么都做不成 就是每一个细节 都要经过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国会的这种审视什么 他干脆咱们悄悄的先去谈一谈 有个突破 所以他就和基辛格最后就选择了 先要集合从 从巴基斯坦偷偷的进中国 然后再这样一步一步一步 变成双方的这种最高层次的这种 接触 所以尼克松在1971年 还是72年 我都忘了哪年 71年吧 去72年吧 72年去的中国 然后见到毛泽东 然后一见到毛泽东 他们就发现 他们和毛泽东谈那个关键问题的时候 比和苏联的关键谈 谈问题要容易的多 这个这个毛泽东 就是很快就跟他们就说 就是什么 我们打倒美帝 打倒苏秀 这都是我们都是骗人的 就是跟你们说实话 这都是给他们听的 他们就指中国老百姓 这个然后这个什么 什么我民调解放台湾 台湾这都是骗人的 我根本就没那个短期 根本没这个想法 100年以后见了 然后我真正关心的是 中国的这个国际的这什么 所以就是回顾起来 为什么毛泽东这个时候 突然想和这个美国接触呢 实际上呢 这个这个真正的原因什么呢 是珍宝岛 这个珍宝岛呢 这个事发生以后呢 实际上美国呢 已经看到这个情况不妙 因为什么呢 是在中苏在边界冲突的地方 美国的情报机关 马上就发现 这冲突的这些位置 很特殊 首先这些位置呢 都和美和苏联的这个 这个重要的这种 运输枢纽很接近 然后呢 和这个苏联的这个 这个真正的核心的这种 机关都很远 换一句话说 这些地方是恰好苏联 打中国最好的地方 就是从这些地方 进入中国最好的位置 所以他们中国 美国的情报 就发现 是从这个判断呢 很可能苏联要 要这个进攻中国 因为当时中苏关系 已经已经恶劣到 已经基本就是 就是暴力了 就是已经武装中毒了 小心武装中毒 所以这是美国的判断 同时呢 苏联呢 跟美国做了一个透气 透气呢 就是说我们呢 要去打中国 然后呢 暗示 就是说可能要用武装 要用核武器 打中国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在美国的角度来讲呢 这就是尼克松 很快的做了一个 非常非常的 在当时认为 胆量非常大的一件事 尼克松当时就是说 就是很快就 让他的那个部下 往往是副总统 而谁就做发了一个讲话 讲话就是美国绝对不能 美国不希望参与中苏之间的冲突 这是他第一句话 实际上呢 这句话呢 就不希望站边 实际上从外交语言来讲呢 说不希望的东西 往往实际上就是想暗示 我就可以这么做 实际上他是在暗示苏联 我有可能要站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美国希望 这个一切事情 用和平方式来解决 实际上呢 这句话呢 第二的隐含意思呢 就是如果 如果不是和平解决的话 我就会介入 这是从外交语言上的这种 隐意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 他就给苏联送了一个 非常强的信号 就是说你 你不能动这个 不能 核武器和入侵中国 美国这个考虑 实际上 不完全是出于 这个 这个保护中国 而是出于 他认为 如果中苏 在连 苏联把 因为当时苏联的意图很清楚 他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傀儡 就是把毛泽东 这帮人干掉以后呢 把中国变成一个 附属的 就是完全听他的话 就像东欧那样 就变成东欧的那种 那种隶属关系 因为你看东欧的那个 那个捷克 什么什么 波兰 他不都是靠 就是派军吗 啪一下 多少万军队就进去了 然后把当地的那个 那个 那个不听话的 那个手脑给抓起来 然后给枪毙 然后剩下就派一些他的傀儡 去当 他可能是希望 当时就是美国的判断 苏联是想把中国变成 东欧 这样的话呢 对美国来讲 他说这样就不能承受 因为这样的话 这个冷战的这种僵局 就被打破了 因为当时的冷战 已经是谁也不能往前走 但是这么大一个中国 一下被苏联战掉的话 这个美国绝对不能接受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使这个苏联呢 在这上呢 就马上就住手了 他就没有再敢往下走 而这一点呢 恰好呢 是这个 这个毛泽东也看到了 所以他也知道 他的地位非常非常危险 这也是为什么 他要和美国 这个接近的原因 所以中美 这个72年 72年 73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 经过20年的这种 这种隔绝以后 这个进入这个 这个慢慢恢复关系的 这种这个前提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由于 毛泽东对苏联的惧怕 和美国对中苏 如果连起手来的话 改变格局的惧怕的 共同的这个驱动力 使得中美呢 很快呢 就走到一起了 走到一起以后 这个这个后话 就是就是中美关系 这么慢慢走下来 所以这个 这个 呃 再有一个点呢 补充一点呢 就是这个 美国和毛泽东谈判 为什么这么顺利 和苏联在过去 有多少次 几十年 二十年的交往 不顺利 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苏联呢 实际上斯大林死了以后 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 换句话说 没有一个人能够 他一句话 一句 顶天千顶 就是一句 顶一万句 这个 赫鲁晓夫是不行 后来的 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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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一个 庸才 更不行 所以他们的一切 跟他们 就是美国和他们 一切的交往 都是一个 集体的决定 这个集体决定呢 就是最典型 就是那个 格罗米科 是外交部长 一切都通过他 就是 所有就是 缠着 把美国缠着 晕头转向 就是 屁大点事 他可以来回的 跟你 因为他不能做决定 他不能一下到位 而毛泽东呢 是绝对的独裁 在文革时间 一直 以前 一直是绝对独裁 他一个 他放个屁 都是 都是像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他说什么 谁敢反对 他自己可以 当着他手底人 说我们说 打倒美 美帝 打倒苏修 什么 打倒 不是说打倒苏修 是打倒美帝 都是跟他们讲的 他们就指 中国老百姓 就在他眼里 中国老百姓 就是一帮草民 我想说什么 他听什么 谁敢去 谁敢去 在这上去 去跟他 向他有挑战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中美和中苏的谈判的 这个过程中的 一个最大的 一个区别 就是一方呢 是绝对的 一个人 一个人掌权 另一方面呢 他是一个集体的掌权 所以这个 整个这个 这个过程呢 反应 还有一个体现了 就是这个 尼克松 在这个 在这个美国的 这个总统中呢 上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总统 他是 是真正的 跳出了美国的 这种意识 完全的意识形态的 这种 这种圈子 就是美国意识形态 就是说 你只要不民主 我就跟你是对抗 你就不是在我这一边 然后呢 你只要不搞民主 不搞人权 我就是跟你 就是认为 你是对我的一个威胁 而这个尼克松呢 是认为呢 你呢 还不一定是这样 你只要跟我最大的敌人 你跟我的这个最大敌人 就是苏联 是敌人的话 我就有可能和你成为 敌人的敌人 就有可能是朋友 所以他呢 从这个角度 就是这就是 实际上也是受到 基辛格的影响 就是他 这就是national interest 就是我的国家利益呢 可以在这个 这个意识形态的这种 高大上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呢 有更多的分量 而这个像这个Wilson 这个这种 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东西 包括后来二战 这个FDR的很多的东西 他实际上都是出于意识形态 参战 美国参战 一战二战参战 都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 这个成分 就是他从意识形态 认为像希特勒这样做是错的 认为斯大林 这个后来冷战 和萨林这样做是错的 而这个包括丘吉尔都是 丘吉尔在早期 早期实际上就已经跟美国提过建议 咱们别全是意识形态 咱们有难 你可以跟他们去进行一些谈判 就是铁幕以后 丘吉尔还跟美国提过建议 但美国根本不听 就是说他们就是邪恶的 他的体制是邪恶的 我们不能跟他谈 所以这就是 National Interest 和这个 和这个 和这个Wilsonism 这种之间的这种博弈 在美国政府的这种高层之间的 互相的这种演变 产生了这种不同的外交政策的 这种结局